因短五节连续假期县长徐正伟喊出 不返家、不探亲、不防友、不串门的四部宣言 希望大家减少移动 更宣布从6月11号到14号间 县府将在花莲车站的出口月台设置快筛站 并请搭火车的民众配合筛检 统一由车站的东前站出站 6月短五连续假期马上就要到来了 县长徐正伟再次呼吁民众不返乡、不探亲 不防友、不串门 县府在动物假期、连续假期 从6月11号到6月14号1点14天 在花莲火车站以及玉里火车站 将测试快筛站来为返乡、乡亲进行筛检 只要您是自驾车或是坐公路系统的话 请预约到我们的这个花莲市卫生所 即便是没有预约 您本身亲自驾车到这个卫生所 也都是全天来服务的 早上9点到11点 下午2点到4点 即便你4点到了 其实还是会 医护人员还是会随时来为您服务 公路的部分都到卫生局 那另外如果说 除了玉里站、花莲站 那您可能在光复或瑞税站 来下车的话 在中区的部分我们有 这个凤容医院 可以免费来快筛 另外在南区的部分 也有育荣、育石 还有布立花莲育理医院 也都可以快筛 这个部分都是免费的 所以请大家好好运用我们快筛的资源 现在学长表示为了防堵疫情 请大家在端午联系假期 尽量在家里 在端午联系假期期间 从11号开始1年4天 关闭后站 搭车从花莲旅客 从前站出站 并将塞检站设置在出口内的月台 提供大家来快筛 花莲医院卫生局长 最后还表示 只要有疑虑 无症状者都可以到花莲室卫生所筛检 若有症状 像是发烧 有呼吸道症状 需味觉异常 不明原因 等呼吸等等 请到先来去家 预验筛检 避免交叉感染 至于端午节期间 开车到花莲的民众 也自行前往花莲室卫生所 预约快筛 加日也可以进行检验 记得继续观看 吃不到